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讲的故事呢 我自己觉得他的手法跟讲法是相当深刻 这一段蛮有趣的 这一段他一定要让朱浅龙和根本死在根本的架里面 死在一块 他的潜台词意思就是说 根本是中国问题的根本 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 那个根本代表的是马列主义类 那日本人呢 就是鸦片 就日本人整个盖鸦片跟他的做法 是指今天统治中共国的马恩列斯茅 包括习近平思想 那是整体的氛围 所以在影片最后结束的时候 那他就把 朱浅龙 朱浅龙 他根本没杀 把根本弄到根本家里面 把朱浅龙给骗过来 然后让朱浅龙跟根本一起死在那 那意思就是习近平跟 习近平跟共产党一起死了 一起完结了 但是会留下思想 留下一些对中国人伤害的思想 那个概念是日本人进了北京城 占领了北京 卢沟桥事件打了一炮 日本人占领了北京 所以日本军人占领了整个北京城 就是今天对中国人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的无神论的洗脑 所以那是渗透了整个民族当中的 所以他最后李天然为什么穿了一个传统的白色打褂 穿了一个中国传统的白色打褂 站在房顶上 北京人站在房顶上 是我们通常原来小说就是你还要干嘛 你还要上房接瓦是怎么着 上房接瓦 皇城在我脚下 他的含义就是皇城在我脚下 京都在我脚下 我要上房接瓦 这是北京人的说法 他穿着一个白色的长袍 对未来有希望 但是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这是他结束 但是他有明显的 江文在邪布亚镇里有明显的 不如汪家卫的一代宗室 汪家卫的一代宗室在结束的时候 是那个女的 那女的叫什么呀 他杀完他师哥之后 他去了古佛寺 中国有两个 古佛寺有两个 一个是在辽宁 一个在南京 古佛供奉着原始古佛 七个古佛 释迦摩尼佛 王前属七个 包括燃灯古佛 没有未来佛 那古佛寺里头没有 没供奉未来佛 未来当然不在古佛寺里了 所以这是讲说 王家卫当时的隐喻是佛法再现人间 江文应该没有信仰 他不信 他不信神 不信佛 他会敬 他可能会敬 但他不信 所以这个电影在揭示中共的角度来讲 和现在中国社会问题来讲 很到位 但是在有关未来的希望 他没有 他太肤浅 就用了他一个小伙子 那这里面蛮有趣的 他穿日本服就等于是 穿着日本服 就是他打着马克思的概念 就是打 有点隐喻说 中共内部之间 就是习近平跟他们熟悉之间有点的意思 但不是很深刻 但这一段戏里面最深刻的一部 一处戏就是 朱浅龙在跟他打的过程中 那他是来报仇的 对吧 他就是来杀朱浅龙 替师父报仇 因为朱浅龙杀了师父一家 但是在影片里 朱浅龙一直是说 你杀的 你杀的 一直是说他杀的 以至于大家打到 就打上天 打上地 打得死去活来 这朱浅龙就一直是说 是你杀的师父 你杀的师父 以至于在过程中 连他自己都怀疑 是不是他自己杀的师父 因为很显然 他已经证明不了 他没杀他师父 就在朱浅龙已经打的 挨了枪了 挨了刀了 什么都挨了 那人要死了都还得 枪顶在脑门上 朱浅龙还在说 就是你杀的 就是你杀的 他说 然后他说 朱浅龙是你杀的 后来这朱浅龙说 你怎么证明是我杀的 这个做法 就是今天习近平的做法 这个做法 就是今天的中共外交部的做法 所有的一切 都是朱浅龙在李天然被杀之前 一直嘴硬到最后一刻说 师父是你李天然杀的 以至于让李天然怀疑了自己 结果李天然脑子一转 说 当时师父如果把那块地让给你的话 就是卖给你的话 那你还杀师父吗 朱浅龙突然说 那我就不杀了 李天然在里头影片是抖着这么继续 那李天然一枪就把朱浅龙杀了 故事是这么来的 江文对习近平中共所有人一套人 认识得非常清楚 你今天在面对习近平中共外交部 中共媒体的所有的说法 你就用邪不押正这段话 你就给自己找到答案了 他让所有那些义正言辞的质疑者 让你自己都怀疑 可能我错了 那我刚才给大家解释那段呢 为什么我说江文 江文他没找着出路 但是他形容共产党形容的非常到位 德国之声 不是德国之声 德国的明镜周刊 说习近平在1月21号 跟谭德赛通电话 要求谭德赛如何如何 必须就是不能说中国出现人传人 要延缓对全世界的这个通知 那结果谭德赛发表声明 说谭德赛发表声明 说我们从来没有跟他没敢点名 他没跟说他没说习近平 他们从来没有跟中国通过话 那赵立坚呢 就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我们那个消息是假消息 所以这个做法跟就跟那个江文那个评价 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那那作为 WHO就那么回事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那么回事了 我们那天我形容说 我说就像这个 WHO就像个窑子 就是妓院的 桑拿市 这个美国人花钱盖窑子 花钱把窑子舔了 人家把里头妈咪桑 那个拉皮条的跟卖肉的给弄走了 他真的就这么回事 有些朋友不太爱听 说涛哥你别骂人 什么这 其实你 我还是说那句话 根本没听懂我说的含义 我回头给你介绍一下 我回头给你介绍 他爱看我的节目 你知道在风神演义里面 他在讲男女这点事 讲的最露骨 最露骨的部分 就是土行孙 跟邓禅玉 那是描写的比较露骨的 但是 为了土行孙 能娶了这个邓禅玉 江子牙冒死 到了邓九宫的营上 去为了能够完成这次婚约 你知道啥意思 个人的淫党 个人的银色之欲 那是非常邪恶的 但名媚正曲 那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在这个土行孙 一个人身上表现出 人应该有的 男女婚姻是正常的 是拜天境地的 那可以造成两国西兵不打仗 甚至就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 没有土行孙 见着女人抬不起腿 就衬托不了那一份的珍贵 书生读书 图要其表面 根本就体会不出其中的含义 有人说可能 曹哥你替自己辩解 我没什么可辩解的 我们节目就这么讲的 你听不出其中的味道 书生 我也跟你说 舍战群儒 那几百个书生 跟这个 跟这个 诸葛亮一个人干 诸葛亮拿个鸡毛扇就顶了 书生全背着书去 个个都是被称为书生 个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不是否定他 我是跟大家说 我那么跟大家描述那个意思 是你要知道那一份的邪恶 就是他在风尘演义中 不描绘出土行孙的阴邪 那种就是 情色之渴望 他就衬托不出来 那这个江子牙跟这个聚留孙 一定要把他的婚姻做成的 那一份天意的背后 我希望能 朋友能善己了 这个如果说你说 我救无不常 你救世如何 那这事咱也没招伙 就这样吧 这个 这段故事讲的就是 他们通话的 德国媒体报道的故事 然后呢 就引述了 他的资料来自于德国 连德国的情报局的资料 而不是媒体自己拿到的资料 WHO发表声明说 毫无根据 完全不真实 这种说法 毫无根据 完全不真实 你拿出证据来 就是朱浅龙的话 这是朱浅龙的原话 根本不曾 根本不曾与谭德赛通过电话 有关细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澄清 希望媒体能够有着新闻道德的职业道德 不要散播虚假信息 我眼睛里 谭德赛 习近平 谭德赛 习近平 赵立坚 就是江文笔下的 朱浅龙 质问 质问李天然 是你杀了师父 你怎么证明是我杀师父 就这 另外一个 彭佩奥屡屡指控中共隐瞒疫情 赵立坚说 请你给自己留点面子 请你给自己留点面子 因为赵立坚 因为彭佩奥一直在指责 发布警讯 内容提到 中共骇客释出盗窃美国的 有关武汉肺炎的研究成果 中共国也是骇客的受攻击国 中方向来反对的 任何人如果拿不出证据来 一味诬陷造谣是不道德的 这已经不是彭佩奥第一次散布谬论了 人们看得很清楚 他只不过是不断重复着谎言 所以赵立坚 就是赵立坚 就是江文笔下的朱浅龙 所以江文那个电影 我觉得很不错 我个人觉得 在指责中共的问题上 很到位了 那另外一个 就是国内的 国内的这种 风波了 10号是母亲节 中共拿出了这张 这是老照片 这是原来的照片 老照片来表现出习近平的人性 这很简单 表现出习近平的人性 他没有拿出新的来 这是一种宣传所造 然后呢 人们说好像维尼 网友们就说他太像维尼了 所以想来这个像呢 应该是王沪宁他们拍马屁 因为他是中央电视台给弄出来的 王沪宁他们拍马屁呢 结果让网友们就开玩笑了 这个就弄巧成拙了 因为这个 你俩是真相 他习近平是真相他妈 结果人们就说他是小熊维尼 说真是小熊维尼母女俩 母子俩 所以这就造成了比较荒谬 这是比较荒谬的事情了 那我不相信这是习近平自己 去照顾这事 说拿出这项 应该不质疑 应该放 他放不上 但他如果说跟母亲之间 他表示他跟母亲之间的关系的友好 这些东西放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都是宣传的成分在里头 宣传成分 其实就像我跟大家解释了 姜文的电影里头 他用那个叫什么 唐凤仙 屁股上盖个章 那是中宣部 所以其实很透彻的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 姜文的电影 用了一些很无厘头的表达 姜文的民国的三个电影 都里头用色情的东西 去掩盖真正的中共的邪恶 他为了能够通过吧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有他思考的 人们因为现在人们兴趣点低 喜欢看这个 一看这个呢 他其实他把他真实的那一面 在后面表达出来 是一种很简单的对比手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土行孙对他个人的描写 在风声演义里很少有情色的东西 那么相对露骨的去做 昼王跟达基有一点点 但是真正厉害的是土行孙 今天我们会讲到那会儿 我不打算去讲了 但是他书里为什么这么写 他就是来对比明媒正取 是人应该应有的 我跟大家的描绘去解释 那种用的在很多人眼睛里 认为是骂人的话 其实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他的邪恶之处在哪里 你听的就是骂人的 有时候想想真不容易 有时候想想真笨 真笨的 真的 可能你会觉得石涛在袒护自己 我没必要 我一点必要都没有 真的 真是没招的 那在这个背景 为什么我说他那个图是骂人的呢 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 打上字母了 这是LA中共驻LA的领事馆 被一个民运的人士用投影机给投在墙上了 然后投在墙上整他了 整他呢 说最近中国网络流行一句话 NMSL 你妈死了 说这是在10号传的 那这个时间 你妈死了 如果用这儿放在这儿呢 就显得非常的那个 因为10号是母亲节 所以你就 你就可想而知 我说 国内的网民对习近平 那种不接受跟赠物 真是到了极点了 那他呢 给打成这个去恶搞他 然后呢 他这个人叫关尿 在推特上发出来 我没有看到 我只是看到这张照片 他把这张照片就给贴上了 说习近平是中共病毒 就给打上去了 那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我相信他不太容易能接受吧 但是 无论国内国外 他出现的状况 我眼睛里 为什么让很多人 有这么大的愤恨之情 就是 他外交部的发言人的 那种做法 朱浅龙氏的那种做法 使得真正正义的人 在面对他完全 无赖野蛮的拒绝的背景之下 和质问之下 都怀疑自己的正义 就是 中共的邪恶 到了这份上 才会有这样的宣泄 毫无顾忌的宣泄 尽人们最大的可能 其实这同样是一种对比了 那至于说习近平自己怎么看 反正就是他自个儿的事了 反正大家可以看到 实践是个神 我相信谁都可以感受到 这一份的紧迫 没好日子过 你放心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